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ampu 您好 有人说打坐不适合在夜间进行 说容易看到一些恐怖的景象 请问您打坐是不是最好在白天进行 不是不是 这些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是打坐不能夜间 什么不能上午 什么不能晚上 这种说法特别特别多 这些都不是来自于佛经 这些都是师兄们自己想出来的 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出来 所以就是我们佛经里面的本来就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以戒为时 同样就是以静为时 佛经为时 我们要看这个佛经 真轨的佛经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记载 没有的话 那就不要停这些都 你大坐是晚上拜天晚上都可以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 一天修四桌 修四桌的话 那就是这个早晨凌晨的时候 早晨的时候就一桌 上午一桌 下午一桌 然后晚上一桌 这最后的一桌 本来就是要晚上修的 所以根本就没问题的 好 明白 谢谢那个看 不会看到什么空腹的 对 那如果要是在白天打 这肯定是 这是小孩想的 我想如果是如果是真的是大桌 要看到什么空腹的东西的话 那白天也会看得到的 那要是白天打坐的时候 那个灯光是不是最好是要暗一些 环境要静一些 这个是不是更容易入境一些 没有 如果是 可能你的问题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大左的时候 大左的时候 心特别特别的三轮 也就是根本就禁不下来 就是忽视乱想 就特别特别多的扎念 那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跟光有一点点关系 就这样子的时候 稍微这个大左的地方 稍微暗一点 这样子有帮助的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亮一点暗一点都没关系的 好 谢谢看 都没问题的 谢谢看我 对 其实有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想法是 可能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呢再传给别人 然后传来传去 有些意思可能就变了 是是是 所以还是留言止于智者 大家还是应该去查查 佛经上面有没有记载才对 是这样子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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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